有质量均为1公斤的三指点 在水平面上据某定点O的距离都是东方5公尺处 以相同的速率2公尺每秒分别像南方西方 东偏北37度的方向运动 要问这三个指点的角动量各为多少 那我们的这一题呢 南方西方东北方嘛 那只是在考你角动量的概念 公式的练习而已 我们在前面讲说角动量的定义叫做rxp嘛 那是不是叫做rp再乘上两向量之间的夹角sign值 对不对 那你就在这个图上面直接处理就有答案了 第一个我的角动量 第一个我们叫l1好了 r是什么 这个指点到参考点之间的距离长度5公尺 那么动量呢是它的质量乘速度嘛 质量题目有讲1公斤 速度是2 再乘上夹角的sign值 来夹角多少 夹角就是这个 r的方向 r向量的方向 跟这个动量向量的方向 两者之间的夹角 所以呢在这边我的夹角是90度 那乘上sign的90度 那第一小题 这个公式练习就出来了 它的大小呢就应该是10 而单位 前面讲过了嘛 是公斤 乘上米平方 除以秒 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的角动量一样 r是物体到这个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5公尺乘上动量 m乘以V 那重点是在练习怎么样找这个角度 来角度几度 r向量是不是指向右 那今天呢我的动量方向是不是向左 所以两个向量之间夹角是180度 那这边把它写进来 乘上sign的180度 那sign180叫做0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呢 它的角动量应该是0 那单位我们就不用写了 这个是不是就我在角动量定义跟你讲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 往你的眼睛飞过来或者飞离开 它看起来就是在接近或远离 根本没有转动的一个现象嘛 数学上的式子算出来 是不是也是如此 好那最后第三个 如果这样东边北 这个角度呢是37度 这里是37度 好那问说这个角动量多少 一样在代公式嘛 物体到参考点之间的距离5公尺 动量m乘以v 再乘上夹角的角度 极度 r向量 r向量呢位置向量是指向右 我的动量向量右上 这一个37度 是不是就是你所要找的两向量之间夹角 OK 好那算出来的话 第三个状态 它的角动量大小就应该是6 那单位一样 公斤乘以米平方除以秒 好这个只是一个公式练习 让你学一下怎么样去找 向量之间的这个距离5公尺角